大家好 今天特地買一塊火腩炒一個家常菜 又加到炸枝竹 那選一款你喜歡的時菜呢 我這次選了芥菜 是火腩枝竹炒芥菜 這裏有半磅現省買的炸枝竹 用熱水沖洗一下去除油份 用沒炸過的枝竹都可以的 拿乾水份備用 我買了這種腸腸的芥菜 你也可以用任何喜歡的時菜 把它一盒一盒地撕開 要沖洗乾淨 芥菜頭皮硬可以撕出來 接著分開芥菜葉和芥菜款 再準備多兩片薑 乾蔥頭小粒的可以用兩粒 接著來開一個混合醬 有一些蠔油 生抽 適量胡椒粉 再加少許糖 攪拌均勻備用 拿開一個粟粉水用來埋芡 我這裏有半磅火腩 它又叫燒肉、火肉 沒吃剩的特地買一塊來煮 芥菜是屬於寒涼的 加少許薑來炒 這裏有三片 我們先來炒菜 加少許油到鍋裡 把鍋燒熱一點 爆香薑 炒火腩 不少在炒菜 炒菜 炒炒肉 分開 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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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加上菜葉,我的菜瓶得太乾水,我在炒之前又灑點水在菜那裡, 也是將菜葉兜炒一下,略為變軟。 蓋上蓋子用大火,煮大約3分鐘。 炒至你認為夠熟就可以了。 灑點鹽調味 放在一邊備用。 接著又加一些油到鍋裡,將鍋再燒熱。 用中火爆薑。 接著爆乾蔥頭。 現在可以加入燒肉,爆一下。 灑一湯匙廚用酒。 接著再加一些混合醬。 放進去。 兜炒滾均勻後,再加一些芝粥。 現在要加一些熱水。 不用太多,芝粥和燒肉都熟,不需要煮太久。 蓋上蓋子,燒起後,轉中小火,煮大約3分鐘。 要試一試味,不夠味可以補加些鹽。 夠味就把火關掉,攪均勻後,攪均勻後。 加一些粟粉水,攪均勻後,那些芥菜可以回鑊。 但要注意,那些芥菜不要整碟倒進去,只是夾些菜進去。 夾底剩下的水,不要了。 我煮的芥菜不是很稠,只是想汁滑滑的。 我好喜歡吃芥菜的,用來滾湯炒都喜歡。 哈?你都喜歡吃芥菜? 但又沒試過用來炒,那就極力推薦了。 配火腩來炒,整碟菜都很香燒肉味。 那火腩再配搭芥菜,就更好吃了。 時間又差不多了。今集就講到這裡。 可以的請幫忙支持一下廣告。 約定你們,在下一集我們再見。 明天見